謝謝你們今天 我們算是什麼首映 聶佳仁團圓場 團圓 對 就是聶影娘的所有的劇組演員 跟工作人員這次一起 都主要是放給他們看 也謝謝各位媒體能夠來 這幾天呢 我是剛從日本回來 類似 基本上就是每天講話 自己也非常意外 這個片子今天能夠變成 好像講不完的 而且很多地方安排片 幾乎都已經安排好了 所以非常興奮 非常累 但是我感覺 十年沒拍片 拍了這個片子 還是非常值得 也謝謝我所有的工作人員 謝謝媒體能夠 謝謝 謝謝侯島 謝謝 請我們男主角張鎮 來幫我們說幾句話 謝謝張鎮 今天很開心能夠來這一場 所謂的聶佳 團圓場 特應會 提前觀看 然後很開心 因為大家拍這個電影花了很長時間 前前後後好幾年 因為最早 侯島在日本開始拍已經大概是六年前的事情 然後到我們正式開拍也都是三年前的事情 所以今天很開心有這一場 然後可以跟工作人員大家一起觀賞這部電影 然後今天在這個戲院 我知道這個戲院的聽也特別大 然後我覺得這個電影還是要在大螢幕看 它比較有它的很多細節的地方可以觀看到 那在今天這個戲院看 我覺得應該是很好的一個視覺享受 那因為我自己在坎晨已經看過這電影 然後今天也想留下來再看一次 那個是值得 是一個很有味道的電影 很值得回味的一部電影 一看再看 所以今天也很期待今天看完的一個心情的感受 應該跟第一次看很不一樣 那這個電影我覺得 因為大家一直講這個電影是一個無瑕電影 可是對我自己來講 我演田基安這個角色 我覺得它對我來說還是一個愛情電影 所以我還是想看看我在跟著三個女人之間 到底能不能看出一些新的名堂出來 OK 好